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打一只蝉蜀 我们打一只蝉蜀的时候,你先定位出他的头部 因为这些做动物的一般都是先定位出他的头部 我们现在就是定位出他的眼睛 从整体上你要先定位他的头部 然后就是眼睛 两颗眼睛你要给他做的鼓鼓的 这只蝉蜀的两侧脸颊也有给他做的鼓鼓的 然后呢,他的嘴巴给他做的鼓鼓的 然后就是他的下巴,下巴也给他做的鼓鼓的 再次就是他眼睛后面有两块肉留 你要给他留着,这样子就比较好看 我做这种蝉蜀我还是第一次做 我平常都没有做 今天我只是打屁一下 打屁雕壳啊,然后明天我抽个时间就修光雕壳了 今天像我们这个样子 我们的一只蝉蜀的头部就定位出来了 其实头部定位出来,身指部分 那其他的都是简单的 主要是他的头部 一些关节细节 比较难了一点 其他的都没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只蝉蜀 今天等一下在他底下再做两个 或者是三个元宝 给他趴在上面 让蝉蜀趴在上面 这样子就有看点 我相信这只蝉蜀做好之后 会很漂亮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我们下面分出这只蝉蜀的脚掌 我们脚掌不要做 做成糊爪,那不好看 我们就给他做尖一点 然后那三只爪 中间可以给他做一个 肉的膜 很简单吧 已经差不多了 都已经刻画的差不多了 你们说雕刻很难 其实对我来说还行吧 我都是自写成才的 你看,而且我第一次做这种蝉蜀 我觉得我钓的就还好 勉强可以说得过去 主要是你们不敢下刀 特别是新手 总结了一块木头 跟个宝贝一样 然后呢就是不敢去下刀 那这样子就做不好了 我们做 雕刻 你一定要去实践 去断手,自己去断手 断脑 再者就是看 别人的作品怎么做的 然后呢你也去怎么做 去模仿,可以去模仿的 我虽然说视频是有点快了一点 不过你们多看几遍 我相信是可以找到结窍的 很快的啊 一只长厨就快被我们给打好了 这底下 我等一下做眼保 然后就是它的背部 它的背部 等下要多做几个 那个疙瘩 疙瘩多做一点 细小的疙瘩 好 好像今天我们的长途就做好了啊 这样就行了 漂亮